不少投資者覺得現在距離的底部就不會太遠 就想罵貨的 你建不建議大家這樣做呢? 其實如果是罵貨的話 我覺得第一不要罵貨紙 就是那句不要罵貨紙 第二就是說其實上次我們都試過用這一招 之前說上一次指數跌出2萬點的時候 其實都很恐慌不斷向下跌 當時我也都指出了其實在市場又恐慌 又恐懼 然後又選股 坦白說你去到兵方馬亂的時候 頭都痛慢了 是不是?坦白說 然後駐買也可能有限 或者本來你駐買本來是無限的 但是你在怕的情況下就令到自己會縮住 變了被動地是駐買有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兵方馬亂 又駐買有限的情況下 你很怕說買錯了一兩隻股票買錯了的 怎知道彈的時候又完全沒有去份 偏偏就是彈你不買那些股票 然後遇到這樣的情景 真的很生氣 變了就是說如果是想完全100%跟著Beta的 又不想做一個偶心到無極限的科子的話 變了可能真的會擔心200% 真是刑副基金 就是刑副基金就純粹是駁這一陣的反彈 就變了是你跟著Beta 當然了 重新一句 200%千萬不要拿來月供 純粹是拿來駁一駁大包圍反彈 又不會跟錯過Beta 你肯定沒有Alpha的 因為刑副基金本身是一隻Beta的物體 我無法提供任何Alpha給你 Alpha就是說在基金術語裡面要貼下收益 但是起碼跟著Beta 比你負Beta負Alpha好 這個想法就是這樣